人家想要三连嘛 现在就想要 哎呀 我下面没有穿裙子搭这个衣服 我每天下面都很敷衍你们 我都只打扮了上面 我去拿水 我突然想起我今天没吃饭 我最近会老是忘记吃饭 因为就是不太饿 我现在是不是有点憨啊 我一个这么热爱吃的人 我现在每天都会忘记吃饭 我昨天也是忘记吃饭了 我昨天吃饭没完 我昨天好像也没吃饭 那我前天吃饭了 哎呀我记不起来了 想把我骗回家 你做梦 我现在只是记性不好 我不是傻子 你们现在是把我当智障呢 我只是记性不好 加上没有什么胃口 我叫什么 哎呀我叫什么来着 我姓什么 我记得我好像姓刘 刘依芬 嗯这有点熟 我说刘依芬 我说刘依芬 你们今天一直在刷刘依芬 刘依芬 我给你们说一个笑话 刘双飞 嗯 不好笑其实 我想起一个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去看的那个精神病院哈 他是专门的就是看精神的吗 就是没有什么正常的门诊 就是看感冒啊 这个就是都没有 全部都是就是精神类的嘛 然后呢 我那天去复诊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去他们那个主楼 然后他说 你去隔壁的金业楼拿药 你说什么楼 他说金业楼 金业楼 他说啊 金业楼 嗯 嗯 然后我就是到处去问 然后当时没有那个医护人员 也没有医院的人 我就问了一下附近的那个 就是那些患者 那些排队的 我说请问你知道 哪里有金业楼吗 那就 不知道 我就觉得 我真的好像一个神经病 然后呢 请问你知道金业楼吗 金业楼在哪里 他说不知道 没听过 然后我还出去了 他出去到处问 我还指到街上 因为他让我出去右转 我出去右转就上街了 我说你知道 哪里是金业楼吗 不知道 然后我说咋办啊 找不到金业楼 然后我又过去 哎呀 绕了一大圈 找到了 他真的是金业楼 是那个 精神的精 业绩的业 金业楼 真的 怎么会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呢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个楼上还写了三个大字 金业楼 我就像神经病一样 什么叫 是我想歪了 我要这个 我给你们说 你们去金业楼 你们不奇怪吗 我看到一个弹幕 他说 怪不得是神经病的医院 你们是不是欺负我 我要发病了 你们是不是歧视我吗 是不是看不起我 而且这个医院的医生 对病人都挺温馨的 我们那天 我还遇到了一个 我的病友 我不认识啊 我们去领那个贴在头上的 就是我们睡觉 要有一个药贴在太阳穴的两边 是影响什么脑电波的 反正是什么东西的 我们就过去 然后呢 我旁边也有一个妹子 她也是来领这个的 我们两个就站在那里等医生 医生就过来 就说我先给你们说一下使用方法 怎么使用的好不好 我们两个说 好 医生说 一包里面有三个 每一个都是两片 睡觉之前打开 然后洗脸之后 不要涂东西 贴在太阳穴 揉一揉 睡前半个小时就贴上 睡醒了就撕掉 就这样 懂没有 我当时她讲第一遍的时候 我走神了 就因为 就注意力不太集中嘛 她说听懂了没有 我一下子回过神来 我说 那个妹子也说 我们两个都没听懂 我说 医生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她说 好 那我再说一遍 一盒里面有三个 一个是两片 睡前呢 把它撕下来 贴在太阳穴的地方 揉一揉 醒来就撕掉 懂了吗 我就觉得 懂了 这个妹子在旁边说 贴在哪儿 我就觉得 我也没太记清楚 我说 再说一遍吧 然后那个医生 好 那我再说一遍 这里面有三个 每一个有两片 每一天 睡前半小时 取下来 贴在太阳穴的地方 揉一揉 然后呢 早上起来 那时候再撕掉 然后那个妹子说 好 我知道了 我就说 我也知道了 然后 我们两个就装药 就把药装好 她这个妹子走之前 回头说 什么时候贴 我本来记得的 她这样一问 我又忘了 啥时候贴 那时候 医生说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我说 这样吧 我现在有点注意力不集中 我这个 柯柯还拿手机出来 录音 录像 三片 里面有两个 睡前半小时 现在这里揉一揉 醒了 撕掉 就在这里 弄了半天 曹哥都记住了 曹哥说 我都记住了 他说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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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哦 好忙 好忙 他就走了 那那个医生 在我走之前 他就说 你记没记住 你记不住 我就再给你讲一遍 我今天就要讲到 你记住为止 我说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他说 真的记住了 我记住了 喵 记得三连哦 �可是 那时候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注意 察觉 说 说